看看新闻网 吴宇飞一身洋装礼服 手拿捧花 如此大手笔 其实是公司宣布 吴宇飞同学三喜临门了 不过大家千万别误会 吴宇飞可还没有怀孕 只是为了庆祝她 续约老东家环球 并着手策划个人音乐会 这么多喜事 最让吴宇飞高兴的 还得是结婚这件事啊 进入了另一个人生 然后她也很好地 安排很多surprise给我 吴宇飞口中的那个她 就是她的新婚丈夫洪丽希 要说这二位 其实是各自的初恋 几经分分合合 最终修成正果 我最开心就是她告诉我 那个戒指是她自己 design的 我家人还有她家人在美国 然后就是有这个 signing的一个ceremony 吴宇飞结婚了 可前任余温乐可还单着 不过人家也是相当大方的 送上了祝福 对 如果真的在香港 会有什么婚礼的话 一定会请他们 请前任来参加自己的婚礼 这真的需要强大的内心啊 娱乐心灵地编辑报道